眼袋大家以為只是脂肪掉下來 只是鬆弛而已 其實沒有 我們只有解決鬆弛是沒有用的 我們還要去做XX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揭秘 不用手術就能改善眼周下垂 這樣的一個方法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脆臼美學院長 楊詩然楊醫師 眼袋是很多人的困擾 你用了很多保養品 擦了很多眼霜 甚至敷了很多面膜 可是眼袋卻一直都在 今天我們來聊聊眼袋的故事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眼袋對您的臉型有什麼樣的影響 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圖喔 在年輕的臉龐上面 你會覺得眼袋幾乎看不到 那我們把圖 把它用AI老化來看 只要眼袋掉下來 你會發覺這張臉 瞬間感覺就是影響到我們的精神氣色 眼袋大家以為只是脂肪掉下來 只是鬆弛而已 其實沒有 它從年輕一直到老化 當然有鬆弛的因素在裡面 但是有很多東西掉下去了 我們只有解決鬆弛是沒有用的 我們還要去做拉底的動作 所以只要你保養的疑問 我們就可以避免這個眼袋的結果 就可以像我這樣子喔 把它眼袋拉起來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揭秘 不用手術就能改善眼周下垂 這樣的一個方法喔 其實眼袋的老化 原因非常的多元喔 眼睛使用過度造成眼袋老化 我們眼周每天眨眼睛會超過2萬次 使用率是最高的 但是其實原因遠遠不止於此 我們眼袋是屬於淺層脂肪墊 就是A這個區域 它隨著年紀只會增加 所以越來越重 那C是它的地板把它撐起來的 它是屬於深層脂肪墊 C這個脂肪墊隨著年紀只會減少喔 吃保養品怎麼睡都沒有用 它就是一直變少 A跟C的相對位置就很像我的手 淺層脂肪越來越多 深層脂肪越來越少 這個老化的過程 我們眼袋老態感就掉出來了 所以把這個原因弄清楚之後 我們把深層脂肪墊 也就是在C的位置 我們增加它適合的材料進去 我們就可以注視眼袋的老化喔 那所有的眼袋 一定要靠手術解決嗎? 有沒有可以不手術 就解決眼袋的方法? 有喔 其實靠微整填充就可以 但是我到底是嚴重到需要手術 還是我可以只靠打針呢? 我請大家幫我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對著鏡子 露牙銀 笑的時候 笑起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眼袋 有沒有因為你笑起來 眼袋反而變少 甚至變小 even變不見 因為這樣的條件下面 你打圍診呢 就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啊 如果你笑起來 反而眼袋變更大 代表我們的韌袋的支撐 都已經不見了 這個情況下面 打圍診的效果就會比較差 比較建議往手術的方向走 我們要在眼周這邊打玻尿酸 其實非常吃醫生 對於眼周解剖位置 構造的了解 血管在哪裡 韌袋在哪裡 這個理解度一定要很夠喔 至於我呢 我其實在眼周這邊 我喜歡一個叫做用 O2 Lifting 就是氧氣打法來去改善眼周的老化 我們眼周這邊的韌袋 剛好繞著眼睛有兩個圈圈喔 有一個小O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123這個小圈 那大O就是12453 繞一個大圈 小O大O打起來 其實就可以改善我們整個眼周 包含像眼尾的鬆弛 眼皮的下垂 我們眼袋的老化 甚至淚溝 蘋果肌的位置 都會跟這個五個韌袋有關係 那這個1的位置啊 其實就是我們的全空韌袋 它是最重要的 它可以去幫我們的眼袋做一個支撐 頂住它 就是我們今天所有材料的地基 各位想像自己是眼袋 你椅子上坐著坐墊 其實就是這個全空韌袋 全空韌袋後面的脂肪墊不見 全空韌袋就會掉下去 掉下去之後 你的老化就很快了 同理可證 我們外面二號的窗外韌袋 4跟5啊 其實就我們的眼尾 這些位置都可以靠我們的玻尿酸 去把它撐起來 幫助我們改善眼周老化的問題 那相對的 要打在這個韌袋後面的玻尿酸 就不是隨隨便便的玻尿酸 比如我們家裡的時鐘 黏在牆壁上面 我如果用黏土黏 它就可以黏得很好 我們把黏土換成一塊豬油呢 是不是很快就掉下去了 那這個黏土啊 不能只有黏而已喔 我們臉上的韌袋 會每天做很多表情去切割它 所以材質適合的玻尿酸 我們再來做這樣的施打 才會有最好的結果 氧氣玻尿酸來做眼周的韌袋拉體 它有以下三個特質 第一個 氧氣玻尿酸它有很好的黏彈性 它才不會位移跟變形 它才能把韌袋撐上去 那另外啊 打在眼周這邊 如果它很會吸水 會有非常糟糕的結果 大家有養過什麼水晶寶寶嗎 我們再放在家裡面一些芳香氣 它吸水會膨脹起來 在診所打的當下很漂亮 結果回家腫起來 它不好看 所以我們要低吸水性 另外啊 全世界玻尿酸裡面 都有一個被大家討論的點 就是膠蓮劑 BDDE 玻尿酸因為不要讓身體太快吸收 廠商都會加一些東西 阻止玻尿酸被吸收 這個東西對身體一點點沒有關係 它太多不行 所以這個東西越少越好 氧氣玻尿酸的BDD含量非常的低 膠蓮劑有兩隻手 它會去抓旁邊的那個玻尿酸 但是一般啊 在坊間上面 市面上的玻尿酸 它基本上只有一隻手會抓住玻尿酸 一隻手是空著的 那氧氣玻尿酸呢 他們用他們的專利 去造成說 他們兩隻手都抓到玻尿酸 使用的膠蓮劑很少 但是膠蓮率非常高 也就是說 它可以用很低的膠蓮劑 給你很好的玻尿酸的維持度 所以啊 氧氣玻尿酸結合了 高粘彈性 低吸水性 低致敏性 適合拿來做韌帶拉底 打回家會自然好看 它BDD很低 膠蓮效果好 這三個特點 就是我拿來打 O2Lifting最主要的首選原因 傳統的觀念會以為 我打完田村霧在臉上 我就不能回去大笑 在臉上摸呀呀 其實這個是舊觀念 現在打完回去 我都跟客人說 該怎麼做怎麼做 那為什麼新舊觀念會差這麼大 早期下的材料 它會位移跟變形 所以他們也不適合 拿來打韌帶拉底 在10年前也沒有聽過 打眼周可以改善眼帶 但為什麼最近這幾年 好多醫生在講什麼 筋膜拉底 什麼內輪廓外輪廓 其實就是因為材料進步了 打進去之後 它不會位移 不會變形 也就是說打回家 該吃吃該喝喝 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但畢竟是打針 一些刺激性發炎的食物 我們大概一周 我們先掃碰 另外針孔的地方 這三天稍微做一些 清潔的管理 除此之外 其實真的對生活沒有影響 以上這些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關於眼帶會老化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 好 要下去嗎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喜歡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噔噔噔噔噔 這邊這邊